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见日谈 我是爱楚怡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也就是APEC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向APEC工商领导人会议 发表书面演讲 作为由环太平洋地区 21个经济体组成的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APEC经济体GDP总量 占全球GDP的六成以上 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 在世界局势变幻交织的背景下 今年的APEC会议聚焦哪些议题 美国白宫表示 今年APEC会议的目标 是建立一个相互连接 创新和包容的亚太地区 亚太能否真正迎来相互连接 创新和包容 在APEC期间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双方探讨了哪些议题 韩国也寻求同中方的元首会晤 另外中美商务部长 在APEC期间也会再次举行一次会谈 落实中美元首会晤共识 中美经贸下一步如何发展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 先通过新闻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亚太金河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美国总统拜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印尼总统佐科等出席会议的领导人 共同拍摄合照 今年APEC主题是 为各方创造具韧性且永续的未来 聚焦互联创新与包容 早前有与会代表表示 全球经济复苏法力的大背景下 希望各方能坚持开放合作 推动建设和平 稳定 包容开放的亚太地区 进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亚太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亚太金河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发表题为 同心协力 共赢挑战 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的书面演讲 习近平表示 开放包容是亚太合作的主旋律 亚太发展靠的是开放包容 取长补短 互通有无 而不是对立对抗 以零为贺 小院高强 他又说 中方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欢迎各国工商界朋友 继续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 习近平主席向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发表了书面演讲 他提到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 欢迎各国的工商界朋友 继续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 对此您怎么解读 应该说这篇书面的讲话 是在过去30年APEC全程 每一年的年会中 领导人讲话的一个极大层之作 应该说非常经典的一篇讲话 我细细地看了多遍 我觉得有至少两个特点 非常值得慢慢去拒绝 第一个呢 他就是第一次代表APEC的领导人 去回顾过去30年 APEC他的经验和他未来要发展的目标 三点 他讲了开放包容 是亚太合作的主旋律 这个求同存异 是亚太合作的好方法 共同发展 是亚太合作的共同目标 所以这样的一种总结 应该是对亚太合作的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种描述 那么还很重要的呢 就是他刚才讲述了 你看他讲到那一点 就是他讲了中国有四大优势 第一个呢 就是中国有市场优势 第二个呢 有机制优势 第三个呢 有供给的优势 所谓供给优势呢 就是中国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设施 最后呢 就是人才优势 所以在这样的优势下 他在向公商联的这些领导人 APEC公商所有的领导人 去讲述这个中国的这些优势呢 就是希望全世界 仍然相信中国投资中国 因为在过去的两年左右时间里面 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媒体智库 尤其是西方的媒体智库 都在炒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就是中国经济顶峰论 中国经济顶峰论提出就是希望 就煽动那些投资者 不要来投资中国了 实际上这背后的目的 当然就希望他们去投资美国嘛 所以这过程中 习主席在APEC的这个讲话中 既讲到APEC它的开放包容的重要性 也讲述中国未来 向世界继续释放红利的 这样的自信 所以这两者这个相互呼应 成就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稿 今年APEC的主题是为所有人 创造一个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 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韧性 可持续 这两个是今年APEC主题两个关键词 所谓韧性呢 就是对危机和风险的抵御能力 我们经常夸一个人说 这个人很有韧性 是说明他面对困难 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还非常顽强地往前走 所以一个有韧性的亚太未来 同样就是相当于要有对风险 和对挑战 对危机的抵御能力 那么很明显 亚太世界过去的几年 我觉得一直在面临着 各类风险的冲击 不仅仅是新冠疫情 而且是有经济的下行的压力 有金融海啸的冲击的风险 等等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今年的APEC提出说 要有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我觉得正好是切中了主题的 就是希望亚太国家 所有的国家和政府 包括机构 都要有抵御风险的底线思维 那么第二就是可持续 可持续实际上是讲述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APEC要可持续 那么现在美国人 他讲述了印太关系 他实际上是希望把印太 来替代亚太 那么所以有些人就说 那亚太金融组织 APEC会不会持续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要可持续性的发展 APEC要永远地存在下去 第二个可持续 就是经济的可持续 就是现在 亚太过去的三十年 蓬勃发展 繁荣发展 那么未来 能不能继续这么可持续发展下去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第三个可持续 就是人类的可持续 就现在我们的气候危机 病毒危机 所以这是亚太金融组织会议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 所以亚太去作为 占据全球60%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组合 一个区域主义的一个典范 那么会要对未来的人类的发展 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 做出重大的贡献 这次与会各方 是就贸易投资的便利化 数字经济 清洁能源 反腐 包括粮食安全等议题 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讨论 这些议题上的设置 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我觉得这些特点非常清晰 大概有这么三个 我认为很有 我们去咀嚼和嚼味的 这样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前沿性 现在我们技术革命 已经到了智能化时代 所以它大量地讲述 数字经济的特点 那么亚太同样也是数字经济 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的区域 尤其是中国 还有东南亚 第二就是它的前卫 它非常的时髦 里面不仅仅讲到智能 AI 各种围绕着最前沿的科技的 一些对话 交流 创新等等 第三就是刚才我们讲述了 它面向未来 它讲述的是一个 未来需要关注的世界 不仅仅是去总结过去的30年 而且展望的是过去 未来的10年 20年 30年 甚至永恒的人类文明的主题 所以应该说APEC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经济合作的一个 区域主义的一个代表 它实际上考虑的问题 一方面更加聚焦在 这个区域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 它还有更残远的考量 所以代表着 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的未来 另外 印太经济框架成员 在APEC期间 也举行了一个部长级的会议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就表示说 印太经济框架的三大支柱 供应链 气候转型 和反腐相关的谈判 已经完成了 贸易部分的磋商 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并且美国认为 印太经济框架 是取得了一个 重大的突破和进展的 这方面你怎么来看 我觉得过去两年 我们中国的学术界 舆论界 对于美国在构筑着 印太这个大框架的进展 我觉得稍稍有些低估 实际上过去的五六年 从特朗普开始 美国就一直在调整着 以中国为中心的 整个亚太的框架的 经济的布局格局 很多美国的战略学家 美国的智库的学者 都在讲 如果美国一直在 亚太这个区域待着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中国将会取代美国 领衔整个亚太区域 所以从特朗普开始 他们就在炒作一个 新的概念 就叫印太 在印太是把中国 排除出去的 在印太这个大经济框架下 美国是唯一的主导 所以特朗普提出 这个概念以后 到了拜登时期 就不断地把这个概念 把它酣死了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多 从拜登不断地讲 印太的相关的政治框架 供应链框架 甚至包括芯片框架 那么可以说 在过去的两年多 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的的确确在印太的布局上 已经迈出了 从零到一的实质性的一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中国要高度重视印太的 重新的布局 所以我甚至有时候调侃 我说中国能不能也推出 自己的印太战略 或者中国可以主动申请说 我也愿意加入印太 我们开放包容 一起来共同发展 当然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 因为毕竟它 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一种调整 所以未来我觉得一方面 我们要高度重视印太的研究 就对美国如何调整 重新布局 重构整个全球的产业链 供应链 经贸布局 要有一个审慎的 深刻的研究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也要重新有 我们自己的印太战略 中国也要围绕着印度洋 围绕着太平洋 构筑我们自己的印太板块 所以未来我觉得 是一个战略视野之争 就是考验的是每一个大国 如何的重新调整 我们的战略布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中美之间的竞争 还会进一步的白乐化 白宫方面 此前曾经透露说 今年APAC的目标 是建立一个相互连接的 创新和包容的亚太地区 这样可以使APAC地区 这个经济体的经济 更加具有弹性 而随着美国逐渐的 在亚太地区加速布局 您觉得这个创新的 可包容的相互连接的目标 还能实现吗 我觉得创新的包容的 连接的这个目标 实际上它背后 是有很大的前台词的 这个最大前台词 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 创新的包容的 可连接的这样的一个 框架目标 它是要把中国排除出去 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它 怎么说 还要看它怎么做 那么过去两年多 明显美国做的步骤 就是要构建一个 以美国为中心 把中国排除在体系之外的 一个重新的布局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觉得一方面 我们在战略上 要不断地跟进 对美国的相关的调整步伐 第二方面 我觉得我们的经贸层面的 信息层面的 人才层面的 这个开放的步骤 还要加快 就通过不断地开放市场 对内可以倒逼中国的改革 对外可以轮廓 可以囊括 可以链接更多的经济体 跟中国之间的机构联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未来 中美之间还会有一场 在战略调整层面的 竞争之外的开放之争 就谁开放最厉害 谁开放的厚度深度更大 那么谁就能跟世界 下一波的这个经济 全球化的滥潮中的 这个链接程度和领先程度 就最大 有分析认为 中国这次参与APAC会议的 一个重要的主张 是在亚太面临的挑战 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背景之下 让APAC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避免成为少数的APAC成员 操纵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工具 这方面您怎么来解决呢 的确 你看这两天 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 中美两国大国的 这个元首峰会 这个旧金山峰会 其实示范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全世界都希望 中美两国别再斗了 能够坐在一起谈 能够更好地去面对未来 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和历史的担担感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旧金山会晤 我觉得是相当成功的 大家都看出来了 无论是中方和美方 所以中方在提出来 在APAC要未来 要更加构筑一个开放包容的 这样的亚太的这个体系 实际上也在讲述着一个购赢的故事 中国其实站位更高 他希望美国不要再做小动作了 也不要再一会印太 一会有所谓的四国联盟 五眼联盟等等 各方面搞一些所谓 希望一国能够主导亚太 或者印太的这样的一种小动作 小计谋 就未来的这个世界 实际上应该是 大家共同发展的世界 所以中国在讲述亚太的过程中 我们的胸怀要比美国更大 我们所想象的未来 应该是每一个国家 都能够共同发展的 这一点在旧金山的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上 也讲得非常清楚 在这次APAC的书面演讲中 也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实际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中国的 关于APAC的表态 还是关于中美两国的 未来的表态和战略的设计 我觉得都站位更高 立足更远 都在讲述着一个 更大的 更广的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 好 先谢谢王文先生的 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APAC会议期间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那么双方聚焦哪些议题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见识谈 欢迎您回来 APAC期间 习近平主席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我很高兴 同首相先生我们再次见面 去年11月 我们曾经在亚太经合组织 曼谷会议期间会晤 就两国关系的战略性 方向性问题交换意见 也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 当前国际形势 是变乱交织 风险挑战 乘粗不穷 和平共处 世代友好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 是符合中日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方向 双方应该把握历史大势 顺应时代潮流 招演共同利益 拖善处理分歧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定的各项原则 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定位 并赋予新的内涵 致力于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 新平主席在APEC会议期间 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而且在APEC期间 我们看到中日双方是同意 建立了出口管制的对话机制 您觉得两国元首 可能会聚焦哪些议题 对中日未来的经贸关系发展 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中日两国的元首 会面应该是一个大事件 应该是东亚历史上的 又一次非常重要的推进相互理解 不断走向和解和共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因为正如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年来 日本完全倒向了美国那边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刚刚离任的 这个日本的驻华大使 崔秀夫先生 我们俩还有一个交谈 他是日本非常著名的 这个知华派 他的中文非常好 他说呢 我说我就 我公开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们日本太亲美了 现在 那他怎么说 他说 他说实际上 他作为一个知华派的人员 他是非常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好的 如果中日关系不好 对他来讲 他对他的一生的职场来讲 都会留下很大的遗憾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日本的相当多的一批知华人士 的的确确是希望中日关系能够缓解 而且和平地共处的 那么过去的这几年 日本不断地倒向美国 那中国对日本还是摆着一种 比较包容的 开放的 具有战略耐心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所以去年在巴厘岛 在这个G20峰会以后 去年呢 这个中日这个领导人呢 就曾经见过一次 那么中国呢 也不断地对日本呢 怀有善意 希望呢 中日关系能够和解 那么今年的一年以后呢 中日两国的领导人 再次坐在一起 讲述中日的未来 实际上我们站在的 不只是两国 两个国家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础上 更重要呢 是站在东亚 站在全球的利益的基础上 所以习主席在跟日本的领导人 这个对话过程中 我就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感人 就是中日关系未来呀 要立足在和平共处 这个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世代友好的这个未来角度 去来看待两国的关系 所以这个十六个字啊 求其讲到后面的四个字 就世代友好这个角度 那么实际上对两国来讲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借鉴意义 那么因为现在两国民间 冷藍还有少部分的一些网友 都在讲 哎呀 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啊等等 所以这样的一种悲观的言论啊 包括对未来的这种悲观的预期啊 对两国都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两国的政治家 两国的精英 都应该站在两国世代友好的角度上 来看待中日的未来 所以两国领导人啊 现在在APEC这个平台上 再次见面 讲述的啊 这个对话着两国的这个 不只是经贸 而且还有在能源 人才 制造业 以及方方面面的合作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基础啊 对于两国的未来来讲 都是能够产生酸淫的作用的 另外有消息说呢 韩国方面也在寻求同中国领导人 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如果中韩的领导人会晤 您觉得会聚焦哪些议题呢 我觉得过去的这个一两年啊 在拜登政府的这个所谓的 加个双眼号运筹帷幄下呀 这个日本和韩国啊 就基本上整个屁股都已经坐到美国那边去了 但是问题呢 我经常跟我的日本和韩国朋友讲啊 我说美国呀 你们不能全部靠得住的 很多时候美国一扭转 你们就来不及了 你看当年七十年代 这个初期的时候 尼克松访华 那个时候日本就很着急 拼命的就这个转过来 跟中国进行中日友好这个搬交正常化 对吧 1972年的时候 所以今年的中日关系呢 这个50周年 所以中日之间的这个缓解呀 相比之下 大家日本的动作就比较快 那韩国呢 就没有日本有经验 日本50年前就被美国人摆过一刀 但是美国尼克松悄悄访华 然后日本赶紧摆过来 韩国现在明显反应就不够快 你看这次旧金山会议 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表态 不只是对台湾问题的表态 而且对中国中美关系 未来的表态都非常的积极 韩国反应过来了 现在有一些韩国朋友 包括有一些韩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说 哎呀 这个时候 韩国怎么办呢 韩国应该不断地这个 跟中国主动示好 晚了 有点 当然了 中国对韩国呢 我觉得也是保持着这样的耐心 如果中韩两国领导人能够见面 那我觉得对中韩两国都是好处 对韩国来讲呢 我觉得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提醒 那就是韩国离中国更近 离美国更远 韩国啊 很多时候 屁股不要做偏了 至少你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啊 我觉得你要等量距离去看待 更重要的时候 你看看韩国在中国的利益 韩国和中国之间的距离 韩国和中国的文化的相近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要善意地提醒 韩国的那些政治精英们 那些经济精英们 一定要看清战略的反向 要看清中国对韩国的包容和开放的 这样的整体的姿态 在这次的APEC峰会期间呢 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同美国的商务部长雷明多 是再次进行了一个会面 来讨论落实双方元首会晤的时候 所达成的一些共识 那么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 您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实际上 我有很多这个企业家朋友 他们对中国中美经贸这个未来 总体上还是持有这种 审慎乐观的态度的 审慎乐观态度 主要是源于中国的底气 中国的经贸底气 不仅仅在于我们 全产业链的配套的设施 而是在于我们 更重要 我们在于我们制造业的 这个繁荣 以及制造业的人才的基础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越来越多人都认为啊 过去五六年 中美贸易战啊 美国已经失败了 美国既没有打压住 中美两国贸易总额的上升 也没有缩小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的逆差 去年2022年中美之间啊 中国卖给他们是五千八百亿美元 美国卖给中国的才一千七百亿美元 我们中国的顺差是四千多亿美元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中国的贸易人 应该是非常有底气和信心的 所以在过去的五六年 中美之间的这个中美之间经贸 这个无论是这个高层的会晤啊 电话会议啊 还是在不展级层面 我们是没有主动提出 要减少关税 因为我们一旦提出 美国又会坐牌 说那你要求我减免关税 你应该做什么什么 我们从来不提 让美国人自己提取 因为这个方面我们有底气啊 但中美之间经贸 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不只是不是在普通的贸易层面 货物贸易层面 而是在美国对中国的 科技的封锁 出口的管制层面 所以这次会晤呢 中国主动提出来 在出口管制和科技封锁上 美国需要有手动作 需要不能违背 你们所谓的市场自由主义原则 自由贸易原则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我觉得这次旧经商会议啊 为未来的这个中美之间 高科技的贸易 以及打开一些出口管制 和取消一些制裁 我觉得应该是撕开了一个口子 在这个层面上呢 我觉得我们是审慎乐观 当然我觉得这个撕开口子 不是美国人的善意 是我们中国自己变得更强了 比如说今年夏天 我们华为手机的这个芯片的突破 那么使得这个美国都非常的恐慌 比如说荷兰的这个光刻机的销量 到中国就成倍的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觉得再不卖给中国 中国自己就研发出来了 你那些光刻机就没用了 美国的芯片产业同样是如此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对中美之间的经贸的 中国的底气和战略的自信 我是充分具有这个乐观的态度的 对于中美经贸之间 未来的这个走向啊 我觉得我也审慎乐观 就中国人已经有这样的 这个适应能力和心理的准备 就未来就打打停停走走 没关系的 我不怕你啊 你要打我 我回击嘛 但是我是愿意跟你开放包容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啊 我是真为中国的那些 从事贸易的那些企业家 制造业的那些精英们啊 为他们点赞 好 非常感谢王文先生 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静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